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頭肩頂、頭肩底形態 都是技術圖表中比較常出現的其中一種形態 何謂頭肩頂呢? 頭肩頂由左肩、頭部和右肩組成 外形上呈現一個山形 頭肩頂形態通常出現在聲細裏 形態的成形往往意味著聲勢的結束 價格即將回落是沽出的訊號 投資者可以因應這個訊號 考慮及早沽出股票減少損失 當股價跌穿兩肩的低點相連而成的項線 後市有機會確認升浪結束 並且轉入跌浪 不過,如果跌至量度目標價企穩並且回升 這個時候就可以在低位撈貨了 計算方法是量度頭部高點至項線的差距 再在股價跌穿項線的位置 向下垂直計算相同幅度 那個水平就是量度跌幅目標價 舉個例,C股票的頭部較項線高20元 而股價跌穿項線的位置是100元 向下垂直計算相同幅度20元 就可以得出80元是量度跌幅目標價 頭肩頂的形態必須與成交量配合才可以確認 在一般情況下,當股價形成左肩的時候 它的成交量必須是最大的 除此是頭部 至於右肩是應該較小的 如果價格下破項線或者出現後抽的時候 成交量會再次大增 如果不是這樣,就算走勢呈現頭肩頂 但成交量在右肩的時候有回增 都不屬於頭肩頂走勢 高度方面,頭部必須為三部份中最高 至於左右肩的股價就不能高於頭部 所以兩肩的高度是差不多的 何謂頭肩底呢? 頭肩底通常出現在跌浪的尾段 同樣由一個頭部和兩個肩組成 但頭部的位置會低於左肩和右肩 外形上呈現一個倒轉山形 好像一個倒轉的頭肩頂 當股價升穿兩肩高點相連而成的項線 後市有機會確認跌浪結束而轉入升浪 這就是股價轉強的買入訊號 成交量和頭肩頂相同 左肩較右肩和頭部為大 在突破項線之後 成交量會突然增加 頭肩底的量度升幅 是以頭部至項線的等距 再由項線垂直向上量度的距離 為之最小的升幅 頭肩底通常都會出現後抽 也就是價格向上突破項線之後 再次回落至項線的支持位 然後才大升 投資者可以把握時機 在價格向上突破項線之後買入 如果未能買入 就可以等到出現後抽 去回項線支持位的時候才再買 舉個例 B股票的頭部較項線低20元 而股價升穿項線的位置是100元 向上垂直計算相同幅度20元 120元便是量度升幅目標價 至少大家 在此期間 至少在樓盞 走 至少在樓盞 至少在樓盞